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金金 我们来自海南航空 金金 那第二位呢 大家好 我叫袁宁 我飞行四年也来自海南航空 飞四年了都 我还以为你刚刚当空姐呢 那你呢 大家好 我叫亚萌 也来自海南航空 刚刚飞行三年 刚刚飞行三年 这年已经很久了 他们刚刚在跳舞的时候 我完全都忘了他们是空姐 我觉得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很专业的舞蹈者 那我们看看老师们 喜不喜欢他们刚才的这一段表演 其实这个Tida Tida 对 这个Tida 它这个车呢 给我最深的一个印象 应该是它的名字 因为有不同的说法 有一种说法呢 是说来自英文的一个词 就是tide 潮流的意思 它肯定会带来一种时尚感 它叫everteen tide 就是航空的这些空姐们 完了拉着自己的箱子 坐着自己的私人的小车 完了停在飞机场 这种潮流呢 的确是他们给我们的 所以也是带来一种 就是很tide的感觉 没错 事实上的感觉 没错 好 那现在老师可不可以打断一下 你们两位到底在讨论什么 以望同时招来 其实因为我这张专辑 我也是在MV里面也有演空姐 对 可是当然没有真的演到很多 只是其实我下班的时候 然后我男朋友来接我 那其实我们刚刚在讨论 其实舞蹈跟这个空姐 其实也可以有一些 很特别的东西加进去 就是可能是真的 像我们印象中的空姐 就是站在那边 然后会讲那些什么 Can you mean ladies and gentlemen and welcome aboard flight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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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什么什么 就是对 如果有什么 brace brace 那些东西 就是我觉得如果可以编一些 那些动作进去 会更可爱 或是可能更时尚一点 因为我觉得车子是一个 就是我记得那时候 在打这个tida的广告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说 就是车子里面的空间 比看起来大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像 很像其实很像坐飞机的感觉 就是那我觉得可以编进去一些 就是空服员会会做的动作 对 给他做安全演示的时候一些动作 对 或者是像我们刚刚也在聊 像britney spirit 小甜甜 对 她也有演在她的那个toxic 里面的mv 也有演一个 空姐 比较火辣一点的空姐 可是也是一个 蛮蛮时尚的一个空姐 对啊 所以老师 蓝博老师我可不可以问一下 刚才你在表演那个 安全演示的时候 这个动作代表什么呢 对啊 你好像抽烟 充气啊 当然如果自动充气 不会充气的时候 你要拿起 拿起旁边的呼吸管 吹三下 呼呼呼 那个时候去挑变人 专业术语不叫呼吸管 叫什么 应该叫充气导管 哦 充气导管 真的啊 想问问这个 飞行有四年的空姐 在你的